是婆婆高秀文 这位呢是儿媳妇郭泰英 我先问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要求我婆婆给我公公离婚 如果我婆婆给我公公不离婚 我就离婚 那么婆婆您的诉求呢 我不想离婚 您知道您的儿媳妇 为什么会想叫您离婚吗 她不懂事 她是完全是谎言 我不是谎言 我觉得我看不了 我婆婆这么痛苦下去 所以我才让她离婚 为什么 我今天把这两份鞋也带过来了 这个给我 不离就不离 不离不行 必须得离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鞋就是不可能 不离就离 你不离我 高阿姨 高阿姨 高阿姨咱们慢慢说好吗 那一张纸撕了呢 也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咱们平静一点 今天到这来这么多人 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 咱慢慢聊好吗 您的这两份鞋一输 分别是 一份是我婆婆和我公公的 另一份是我和我老公的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 想让婆婆二选一 对 为什么一定要婆婆离婚吗 我是2004年10月1号 嫁给我老公 现在已经就是说八年了 八年的时间里 我公公就没有管过家里 没有管过我们地家三口 现在我看着我婆婆这么痛苦上去 还不如离婚掉 不是 她在撒谎 我爱我丈夫 她不懂事 我不想离婚 邻居啊 就是在村上啊 队上都传遍了 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其他人 有会像你这样 劝婆婆离婚吗 都向我婆婆离婚 那为什么婆婆到现在 还这么坚持呢 她就是为了面子嘛 为了维护这个家庭 为了等我 就是公公回来吧 但是我觉得我妈 就是说在自己欺人 我公公这么多年在外面 都有女人在一起 我妈妈反而不怪她 还要做饭菜 好吃好活的给她吃 吃了我爸爸反而又走了 就是回来就是为了钱 没有这些事情 她不断是要钱 现在就是回来 就是说家里的东西 也会拿出去卖 是吗 对 卖了我婆婆 中地的钱她也拿去 这别的女人花 那你们都知道 她的这些行为了 她怎么面对 你们这些晚辈呢 怎么面对她的这个 为她一起相守的 这个妻子呢 她韩晨 就是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对我婆婆没有感情呢 但是我婆婆啦 就日我有感情 您平时 您平时跟您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我给我婆婆 的关系就是 跟亲妈一样的 对我婆婆相当的尊敬 而且我这个婆婆也对我特别好 那么既然关系这么好 而且呢 您婆婆又说 她不想离婚 为什么您还要逼她离婚呢 我不想看我婆婆 再这样痛苦下去 她现在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生活就是说 自己骗自己呗 跟我们也很少沟通 整天到晚从早上 五点多钟就起房 忙到下午六点钟 就是这样子 暂活玛丽自己 但是我可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公共婆婆毕竟是长辈 就算他们要离婚 我觉得也是 婆婆自己提出来比较好 为什么你作为子女 要提出这样一个事情呢 如果我婆婆幸福 我不会去干涉 因为我觉得我婆婆这样子下去 我还不如叫她离婚离掉 离掉的话 跟我们在一起也很幸福的 她三年两天回来闹 吵得我们小两夫妻 还有那个孙子也不好受 面子也很重要的 那你觉得公共的行为 影响到你们的生活了吗 它影响 那你这样做知不知道 其实丈夫也很为难呢 知道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高阿姨 你会答应儿媳的请求吗 我不会答应的 我不会 我也不愿意和我丈夫离婚 对您来说离婚意味着什么 离婚意味着是一种羞辱 对我们自己的脸上也不光彩 对儿子媳妇孙子脸上都不光彩 场上这对感情深厚的婆媳 为了这个离婚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双方都还在被对方着想 这更让人想不信心 那么对于那个既是儿子 又是丈夫的玉涛来说 横根在中间的她 也是非常的烦恼 更何况牵扯的还是自己父母的婚姻 那对于你媳妇说 你父亲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 这事是有还是没有 那你爸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行为 对你现在这个家里造成的影响 现在老婆要跟我离婚 就为了我爸妈的事 我这样下去实在不合适 事情迟早都要处理的 我们再婆了 对于你媳妇要求你妈和你爸爸离婚这个事情 你是怎么看的 不是我希望让我妈跟我爸离婚的 那天接这个电话 好像打过来了吧 好像是 就是 吃醋我妈了 于涛告诉我们 要求父母离婚的并不是自己的媳妇 而是另有妻人 在今年五月中旬 法院曾经打来一个电话 说父亲于心贵上诉离婚 这一举动激怒了自己的妻子 才引发了郭太英 要求婆婆高手们离婚的一幕 于涛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蹊跷 于是准备带着记者一起寻找父亲 以便一探究竟 喂 咋了 你敢吴吗 你 没有 没敢吴啊 当于涛问到于叔叔在哪里的时候 于涛觉得父亲开始闪烁其死 否认他在居住的房屋里 但是为了能够详细地了解父亲的真实意图 于涛还是坚持让我们和他一同前往 在昏暗的灯光下 于涛发现了于叔叔的车 可他在哪屋真的没了 灯表没了 那你载了呀 车都载了呀 于涛告诉我们 叔叔的屋里有灯还有声音 他非常确定屋子里有两个人 于涛和我们商量 他先上去 我们随后上来 不一会儿于涛示意我们上去 透过门帘 我们看到于叔叔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 看到我们的到来 这个女人立马就准备离开这里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她是于叔叔准备离婚的原因吗 在这个女人离开后 于叔叔很快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诉讼书 你要我的打电话 你跟他一起找你 不没找到你 你来的主条 我是没有 他没来找到你 他没来找到你 你他知道干什么事了 他带我来 他带你来商量的 带你来商量的 他有个规矩的 你觉得吗 你觉得呢 那个电话是法院长 他的法院是这个情况 为啥这世上是学两家 不想跟他搞一次 没可能你回公关于吧 但他没有不得翻 是不是 原来把门的钥匙 我会去的经文 现在不觉得行 换锁了 换锁了 换锁的意思是什么 不让个经文吗 不是你不想回家 不是你不想回家 他们不让回家 如果还有其他事 没啥想着 你应该来无恙了 可以说我还是稍微的 通过和于叔叔 几个小时的交谈 似乎在这家矛盾当中 有很多的误会和隔阂 那么究竟于叔叔 是因为和家人不和 而选择离婚 还是因为在外面 有了新的感情 才选择离婚呢 而住在现场 一直观看这段 场外调解的高秀文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 向我们哭诉了 这些年丈夫于心贵的 所作所为 我们家本身是一个权 没有钱的一个家庭 我想到我们十几年 我们共同 产过来了 最后 最后 最后他跟着一个 跟着一个女 他把家里 他挣着钱 地里卖了菜的钱 所有的钱 跟着女人 在一起吃喝享受 家里没有一份钱 我三番五四的 一次一次把她挽救了 挽救不回来 而结婚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钱 结婚了那一天 把我们家里 真的揪光揪尽了 揪人家一个 很多的账菜 几个人跑到我们家里 哪个女的把她东西 抢才 全部遗憾 给她转 转光了 此时此刻的高秀文 再也绷不住了 面对丈夫 无情的离婚起诉 她再也无法 自欺欺人 她无法理解 明明是丈夫 对不起她在先 为什么到如今 丈夫还要倒打一耙呢 在委屈的泪水背后 续亲的原委 究竟是什么 阿姨 听了您的这些 宣伪控诉 我们心里都特别难受 但是我们也想 请出于先生 来当面对峙一下 看看这些 是不是都是真实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呢 有请自愿来到 我们条件现场的 于先生出场 你好于先生 我想问一下 您今天是为什么而来的 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离婚 想离婚 我看您手上 好像拿着一份东西 是什么 我手上拿的是离婚协议 我看刚才 好像已经经过法院了 是吗 经过法院了 那么您在外边 有没有其他新的感情呢 没有 一次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 十几年都没有 没有 于新贵上程之后 不仅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还把妻子对自己的指责 全盘驳斥了回去 如果于新贵 这些年 真的没有做出 任何不当的事情 那么高秀文 哭诉的那些事 又是哪里来的 我们记者此行 碰到的那个女人 又是什么人呢 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短片当中 不是已经承认了有的吗 有 我刚看一个 我实际上 接受不了了 我说男的 肯定也有个归宿 但是您的这个儿媳妇 包括您的妻子 都说在这十几年当中 其实有很多 而且都有名有姓 时间地点 都说得很清楚的 那您怎么解释呢 我可以怎么解释 所以我实话跟头 我哪个朋友可以来 我这样去 你也可以去 他也可以去的 这算是他为什么 不可以犯狡大 好的 那么关于其他的 我们就偏下不谈 就您现在的这一段 新的感情 那么您现在已经和这位 女士生活在一起了吗 他没有 刚才那个画面中的 这位女士 这她给我洗衣服 衣服也没洗 那这位女士 是您的保姆呢 还是您新的 这个感情的对象呢 好 以我的看法就是 说是离婚了以后 我的女士 把她 离婚证据地把她取回 那个女士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也是个当生 给我当小人的 就是等于是 您那边的一个员工 就是 她多大年龄 对呀 太40 还是比您妻子年轻了不少 不是她对不起我 不是我对不起她 还是她对不起我 高阿姨 那现在您有什么话 想对她说呢 我还要让她回家 我这个家 还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不想让儿子 孙子 媳妇 再受委屈 不让你家邻居 再消滑我们呢 余先生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您 就是在这个阶段 您知不知道 您的儿媳妇 想让您和 那个 您的妻子离婚 她说如果你们不离 他们就想离 这个事您知道吗 她是什么心 那你觉得呢 你也想复战处决 赶紧离了是吗 她是什么心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一家人呢 因为一些事情 可能弄得挺不和睦的 而且呢 有点到了 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各说各有理 那我想现在呢 也听听我们两位 首席调解员 和我们大众调解团的想法 我觉得用错的方法呀 是很难做出 对的事情来的 儿媳妇 把自己的婚姻 和上一代人 公公婆婆的婚姻 绑到一起了 这是两件事 一定得摘开 不能说是非此即彼 这个逻辑很奇怪 应该说到了羞耻 离婚不羞耻 在没有爱的婚姻里面 为了别人的 或者说其他的 和感情无关的因素 留在里面 才羞耻 您觉得 为了让我的儿子 孙子 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您现在这个家庭完整吗 这样一个貌合神力的家庭 完整吗 然后您觉得 如果说离婚的话 所有人都会议论我们 请问现在 还有一纸婚约 但是大家 街坊邻里不议论吗 这种议论 不让您丢人吗 他所有在婚姻里面 他该承担的 责任都没承担 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都做了 然后现在想一拍屁股 就离婚了 然后我想跟老先生说 我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咬死了 就没这事 但是这事 自己一说 别人不一定信 做了的事情 做了就是做了 不在于自己 承认与不承认 有没有对不起 原来家庭的事情 您可以有您的态度 我相信 所有观众 也会有观众的判断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 您如果说 压根就没有 至少您说服不了我